快要过年了 七堵庆济公特地和华山基金会 在庙城前举办 爱新奇福祭年货大街公益市集活动 而庆济公主委柯金彪 当场代表庆济公捐出12份年菜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以及副议长杨秀玉 和市议员张耿辉以及曾宜芳 也都各任捐3份年菜 呼吁社会大众一起来帮助 独居长辈围如过好年 我们希望大家利用这次抛砖仪役 大家来一起共襄盛情 为爱新付出更多 本宫抛砖仪役就任兼12份 OK 我们任兼12份 现场也请来误舍化市 李明修老师当场辉豪写春联义卖 志工则是义卖红包袋 糖果桶干等年货 华山基金会也带着20位独居长辈 来庆济公参拜 许下平安温暖团圆三个新年愿望 包括七堵区长冯吉安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张耿辉和曾宜芳 以及议长童子伟秘书杨文和等人 分别为独居长者们 挂上平安服 以及戴上毛帽围巾 华山基金会有种感谢亲戚工以及议员们的爱心 并且表示 目前基隆西北地区服务750位独居长辈 年节关怀还缺4成左右 邀请各界响应爱劳加义的活动 也就是捐助每一位独牢2150元 其中1250元是送爱到家的方案 900元则是爱心年财经费 记者吴运松 基隆报导